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 因为你能够亲自的对我们的心来说话 因为你的声音 是我们生命经历到改变跟转化的关键 所以今天主啊 这是孩子的祷告 让所有的弟兄姐妹 所有的家人们 听见的不是人的声音 听见的是你的声音 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健康整全家庭的关键 为什么有这个负担 就是今年我特别感觉到 神非常的看重我们的家庭 非常的看重我们的家庭 那我自己也是就是结婚18年之后 终于有一个孩子 终于有个孩子 真的 我真的原本的认为 我这辈子不会有孩子 所以呢 但是呢 婚姻家庭在18年的过程当中 已经有学习了很多 但是当生孩子之后呢 我发现哇 要重新的学习很多很多的东西 就是人生开始变得很复杂了 学习很多的东西 但是呢 我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 神非常的看重我们的家庭 非常的看重我们之间彼此的关系 那我一开始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知道 人们常常对于关系 是有一个迷思的 他们以为关系 不管是交往 婚姻或是亲子的关系 在这个关系的盒子的里面呢 有无限的爱 平安跟美好 但是我要告诉你 关系其实不是这样子 我跟大家分享 我让你明白一个观念 就是你知道关系 我们之间彼此的关系 或是在婚姻的关系的里面 家人的关系的里面 关系其实是一个空盒子 关系其实是一个空盒子 你放什么进去 你只能够拿什么出来 关系是一个空盒子 你放什么进去 你就只能拿什么东西出来 说穿了 这就是最简单的数学 就像是我把我周迅光的生活 再加上我太太陈锡恩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婚姻家庭当中 所能够得到的总和 所以如果我在婚姻的当中 学到一些实用的工具 譬如说我学习解决冲突的能力 我学习什么叫做健康的界限 我学习好的沟通技巧的话 那我们夫妻就可以一起 从这个当中得到益处 因为我把这些东西摆进到 我们这个关系的空盒子的里面 如果没有学过这些东西的话 那我跟贤恩的这个关系呢 这个盒子就会是空的 交往 约会或结婚 并不会解决关系上面的问题 人生不会因为你进入到交往 或是婚姻的里面就一帆风顺 那为什么我要先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呢 是因为很多的人 我发现我在辅导 在帮助很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 很多人以为只要结婚 或是他只要找到那个special someone 他只要找到某一个人的话 他就会幸福 他的人生就会美满 就会圆满了 可是我要告诉你 事实并不是这样子 如果你进入到关系之前 你是不快乐的话 那在关系的当中 你也不会快乐 如果你进入到关系之前的时候 你的里面就有很多的不满足的话 我要告诉你 你进入到关系当中的时候 你里面同样的也会感觉到不满足 因为唯有一位 唯有那一位就是神 他可以满足我们的生命 他可以满足我们的心 所以你在进入到关系的里面 如果你之前你不快乐的话 你进入到关系当中 你也不会快乐 因此我希望我们任何一个关系 开始的时候 是从我享受我自己的生活 或者是有神 我就感觉我活得很健康 很满足 或者是从我懂得怎么样爱自己 欣赏我自己开始 这样子我们进入到一个关系里面的时候 才会是健康的 所以今天早上呢 特别有一个感动 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健康整全家庭的关键 保罗都告诉我们说 如今常存的有信 有望 有爱 其中最大的是什么 你知道真的 爱是我们一生都需要学习的功课 可是你知道吗 爱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今天我们的团队 特别有带来一些关于人际关系 像一路爱到底 很多这些关于关系的当中 家人关系 跟夫妻关系 还有下一代的这些 很棒的这些的属灵书记 因为我们真的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真的不懂爱 我们真的不懂爱 所以我们知道爱很重要 我们也知道要爱神 要爱人 可是真的 在关系的上面 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挑战 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神非常的看重 我们跟家人之间 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跟弟兄姐妹 跟肢体之间的关系 所以爱是我们一辈子 都要学习的功课 我们不会自然而然就会的 可是这是我们一辈子 要学习的功课 为什么 因为耶稣说 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 彼此相爱的话 众人就会认出 我们是他的门徒了 所以这个东西 真的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健康整全家庭的关键 第一个我要分享四个 第一个叫做沟通的艺术 沟通的艺术 我们在跟最亲密的人 说话的时候 时常会降低标准 降低我们沟通的品质 他说 反正我们都那么熟了 对不对 没有关系 我跟他这样讲话 他不会误会我 他懂我的 你知道我们跟最熟的人 跟我们的家人都是这样子 我们会或是 我们把沟通的能力 努力都用在我们 跟我们比较不熟的人身上 有没有这样子 就是我们把我们 对沟通的努力 都放在跟比较 跟不熟的人身上 反而跟最亲密的家人 在沟通上面 是不太用心 跟不太尊荣 我要你去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通常 都对我们的家人 最不礼貌 是不是 不用回答我 好 就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是 都把那个沟通的努力 放在跟我们不熟的人身上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 有四种沟通的类型 其实这四种沟通的类型 是围绕在两个 很重要的主题的上面 一个主题是关于我们的身份 我们是谁 我们的身份 神怎么样看我们 另外一个主题是关于 天国的尊荣文化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四个沟通的类型 第一种叫做攻击型 第一种叫做攻击型 就是我重要 你不重要 这种类型的攻击 就是我重要 你不重要 从交往到结婚 在跟贤恩的互动上面 我就比较是攻击型的 因为我的年纪比他大很多 我的个性又急 我的头脑动得很快 我也比贤恩会说话 会表达 我就要跟你讲 你知道嫁给一个 会讲到的牧师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吗 除非你的名字叫萧亚文 就是我的弟妹 不然的话 我弟妹口才很好 不然的话 嫁给牧师 特别是会讲到的牧师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我又是那种 有问题就想要马上解决的 只要有问题就想要马上聊 马上解决 可是我的太太贤恩 她的反应比较慢 她需要时间去消化她的情绪 跟消化我所说的 再加上我们一开始交往的时候 她很容易封闭自己 而当我在跟她沟通 在讲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感觉到她那种 冰冷的态度 就是你知道 你有没有沟通的时候 你觉得一直在撞那个冰冷的墙 就是讲 她就整个就封闭起来 就是你感觉到她整个浑游向外 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然后当她这样子的时候 我就会变得更急 可是我一旦更急的时候 她就会越退 我越急她就越退 那我觉得后来 我记得是我们结婚超过十年之后 她去做諮商辅导的时候 神就带她走过一个 就是后来神就带领她写那本书 叫做 你就好好当你自己 她走过这个过程 然后走过一个内在医治 神怎么样医治她 恢复她的身份的这个过程 然后让她更懂得爱自己 然后更懂得知道 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那当她这样子的时候 你知道真的 我觉得我太太去走过这个 资商辅导的这个过程之后 哇 我觉得好像得到一个新的太太 真的就是哇 她整个这个更健康 更懂得表达自己的情绪 当然大家更懂得表达她的情绪的时候 我就要学习成为一个好的聆听者 那当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我的这个攻击型的沟通的模式 就有比较好 就有比较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面对攻击型的另外一半的时候 你需要神来帮助你 在你的身份上面有一个觉醒 你必须要在你的身份上面有一个觉醒 你要让对方知道你是重要的 因为神说你是重要的 让对方知道你是重要的 你所表达的是值得被听见 也是值得被回应的 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你无法控制别人对你的不尊荣 你只能够从爱自己 尊荣神是怎么样看你 来管理好你自己 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刚强的人 我再说一次 你没有办法控制别人对你的不尊荣 你怎么对我不礼貌 你怎么对我不尊荣 为什么你不尊荣 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事情 你只能够从爱你自己 然后跟尊荣神接纳你自己 尊荣神是怎么样看你的 管理好你自己的心 然后你才会变成一个刚强的沟通者 一个强而有力的沟通者 所以第一种叫做攻击型 第二种叫被动型 被动型是什么呢 就是你重要我不重要 你重要你说的都重要 那我不重要 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的身份 你不知道神是怎么样看你的话 面对攻击型的沟通者的话 你就很容易变成被动型 很容易变成被动型 自从我的女儿小尊 我的女儿的小名叫小尊 我的女儿小尊 自从她出生之后 我跟贤恩的沟通模式就互换 前面我是攻击型 她是被动型 我女儿出生之后 我老婆就变成攻击型 然后我就变成被动型 你知道真的 我认识陈希恩20年了 他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他就是一个 他有没有在现场 很可怕 OK 就是你知道真的 然后我认识他 可是当他做妈妈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做先生的 你没有这个感觉就是 他以前的时候 做太太的时候不是这样子 但一有孩子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我太太怎么变了一个人 他变得相当的具有攻击型 没有啦 OK 所以我们就开始互换 互换 我就变成被动型 一方面呢 是我没有先这么有耐心 OK 所以一个身为一个新手爸爸 你知道我是50岁 才生第一个孩子 OK 我们结婚了18年 所以你知道 我身为一个新手爸爸 我都知道 大家很多在现场的时候 你们的孩子都觉得很大 或是什么 就是你们都比我有经验 可是我是一个新手爸爸 所以我常常 我不知道 你们可以理解 我里面常常有那种 被控告定罪的一种羞愧感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什么都不懂 你知道我都不知道 年纪这么大 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会有孩子这件事情 所以你知道那里面那种定罪 控告就觉得 我不是一个好爸爸 我不是一个好爸爸 另外呢就是 我对育儿的研究 没有喜恩来的主动 你知道喜恩呢 有他的规划跟想法 他有他的规划 就是妈妈有他的规划 你知道我还很诚实地说 他的规划跟想法 是我不想做 我也做不到的 就他有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我太太 怎么变那么龟毛 就他有很多的 这些的想法 为什么 我就不想做 我就不想嘛 或者是我真的做不到 然后你知道 我太太背后呢 还有一个类似妈妈群组的智囊团 智囊团 我就觉得爸爸 好像比较没有这个 就是他很好学 就是那个智囊团这样子 那你知道 像小尊我的女儿 两岁过后的时候 哇 他现在大概两岁 三个月四个月 他现在 他自从两岁过后的时候 我们每一天晚上 他都在玩密室逃脱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床 就是那个婴儿床 已经没有办法拦阻他 他就会爬出来或什么 然后呢 每一天呢 他就会想要怎么样 从他的房间逃脱 因为我们是 就是 我太太就希望说 我们是睡我们的房间 然后我们女儿 就睡他的房间或什么 但他现在就一直要逃脱 他的房间 然后要反正要讲 就是哇 变得那种 我们就很崩溃 那你知道 昨天我太太去 就是晚上我们崇拜完之后 他就去一个演唱会 所以变成我要一个人 照顾我的女儿 然后弄他吃饭 弄他洗澡 完了以后呢 他要睡觉 就他跟我弄了一个半小时 他睡觉这件事情 他跟我弄一个半小时 坐在那个地方我已经快受不了 因为我们整天都 我们还服侍 崇拜完以后 我觉得就很累很累 然后他那天 他在晚上的时候 我们的灯都关了 他在那边带敬拜 他在那边就快崩溃 爸爸明天还要讲道 真的是 所以你知道他真的就是 但是你知道 实际上只要一问 我们就你知道 育儿当中 每一个不同的阶段 都有不同的问题 他只要一问的时候呢 这些妈妈群组 就会给他很好的建议 好 你问我 关于服饰 关于团队的意向 关于活动的规划 我都可以侃侃而谈 可是你只要一问我 关于我女儿的事情 我就会信用到那种 都听妈妈的 都让妈妈做主吧 所以我记得我们 有一次在 我们今年五月的时候 在办一个特会的时候 家庭特会的时候 有一个讲员 在特会的当中呢 就有一堂 他特别讲说 要成为家中的领袖 我听完以后 我真的非常的扎心 因为我觉得 我就是一个 打下手的奴才 娘娘说什么最重要 OK 我都不想说了 我每次说都被打枪 每次说都是说的不对了 OK 然后你知道 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我在不自觉的当中 我放掉了身为领袖的责任 在家庭的里面 身为领袖的责任 我想说 都让妈妈来主导 或什么 然后就会变成就是 我太太就会越来越攻击型 然后就会越来越被动型 可是这个 这个对我们的关系是不好的 OK 我们来看第三个 叫做被动攻击型 被动攻击型 就是你重要 我不重要 才怪 你重要 我不重要 才怪 你知道被动攻击型呢 外表看起来很尊荣 心里面其实一点都不尊荣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面对上一代的领袖 比如说我爸爸妈妈 那个层级的领袖 我面对上一代领袖的时候 我发现我有些时候就会这样子 反正我觉得 我讲什么都不重要 听话最重要 我讲什么 我表达什么都不重要 所以我也放弃工作 就是听话最重要 可是你知道吗 当你在这个里面的时候 你心里面还是会有一大堆的OS 有些人面对权柄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外表听话 内心却充满了批评论断 言语也不时会流露出那种优越感 嘲讽 或是尖酸刻薄的幽默 譬如说 夫妻跟男女朋友之间 就会有说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哇 你好棒棒 给你拍拍手 哇 可是心里面的OS 你懂个屁啊 OK 好啊 就听你的 等到完蛋的时候 老娘再跳出来说 你看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在我们心里面就这样想 这样子呢 才能够以外表的尊荣跟礼貌 来被对方接受 能够以外表的尊荣跟礼貌 来避免冲突 逃避沟通 因为呢 你会发现 如果你是这个被动攻击型的话 大多数是你心里面的批评跟论断 所以要发现 也不容易 我们很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 如果我们在沟通的当中 有这样子的模式的话 OK 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 发现 我们原来我们在沟通的当中 会进入到这种模式的理念 第四种呢 叫做坚定型 就是你重要 我也重要 第四种坚定型 这个是神要我们 在这样子的一个沟通模式里面 你重要 我也重要 这才是真正的尊荣 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明明知道第四是好的 第四是对的 我们要成为坚定型的沟通者 但是呢 我就发现 我有些的时候是攻击型 有些的时候呢 是被动型 有些的时候呢 是被动攻击型 可是呢 当我漏到其他前面 三种模式的时候 我所在做的 都是在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 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 另外呢 跟大家分享 沟通的目的不是同意 而是理解 沟通的目的不是同意 而是理解 沟通最快变成争吵的方式 就是你想要说服对方 同意你的观点 跟你的想法 如果沟通的目标 是要赢得争论的话 是要我能够争议 我能够争辩 能够赢你的话 是要赢得争论的话 那双方非常有可能 会输了关系 如果你知道这首歌的话 你的年纪跟我差不多 OK 好 就是我们想要赢过对方 可是我要告诉你 沟通的本质 它不是双赢 就是双输 它没有一个人赢 一个人输 没有这种事情 我再说一次 沟通的本质 它不是双赢 就是双输 真正的沟通的话 OK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沟通的工具 第一个就是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我们要问好的问题 问好的问题 你要问说 为什么那个事情 会让你开心 为什么那个事情 会让你感觉到很挫折 沟通的时候 你可以问对方说 你刚才听到 我说了什么吗 你刚才听到 我说了什么吗 或者是你刚刚说的意思 是不是这个 我就发现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讲 可是对方听的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或是对方在讲的时候 我们完全误解了 对方所在讲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问说 你刚刚说的 请问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 所以第一个 问好问题 第二个呢 是了解跟同理 而不要只是想要帮对方 解决问题 在我们当中的弟兄 我都知道 我们很想要帮我们的 另外一半解决问题 我们想要赶快去解决问题 可是呢 有些的时候 对方需要的不是解答 而是能够被听见 而是我们能够接到 接到他们的情绪 所以理解和同理 而不是只是想要解决 对方的问题 第三个 你要听懂 对方的弦外之音 听懂对方的弦外之音 特别是沟通表达能力 不够强的另外一半 或是我们的孩子 他们不太懂得 怎么样表达的时候 那你要去听见 他们所在讲的东西的 弦外之音 比如说 当他说累的时候 他到底意思是什么 他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他可能外表是很生气的 可是他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他是不是缺乏了什么 或者是他是不是有需要 没有被满足的 你要能够听到 这个弦外之音 OK 健康家庭的主要目标 我们要营造一个 能够宁清 跟被听见的安全的环境 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 在我们的关系的当中 我们是不是营造一个 能够宁清对方 而且对方是能够 被听见一个安全 他们可以分享一个安全的环境 史蒂芬科伟 就是与成功有约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 习惯的这个作者 他说了一段话 我非常喜欢 他说沟通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我们不是为了理解对方而宁清 我们总是边听边想着 等一下要怎么回话 有没有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落入到 这样子一个陷阱的里面 我们不是想要去理解对方 我们一面听对方在讲的时候 我们也想到 等一下我要怎么样回你 等一下我要跟你说什么 可是这个很多的时候 都是在破坏我们之间彼此的关系 OK 所以第一个很重要 我们要去学习沟通的艺术 第二个是什么呢 关键就是我们要培养信任感 培养信任感 信任是所有关系的根基 在交往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彼此尾声的承诺 没有彼此尾声的承诺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的感情就不会有目的跟方向 这个感情是没有方向 是没有目的的 你会发现如果没有尾声的承诺的话 大家只是随便玩玩 没有要定下来 没有信任 这段关系 我常跟我们很多的姐妹分享说 如果没有信任的话 这段关系可能就不值得你投资太多 就不值得你投资在这样子的感情的里面 如果没有信任的话 没有尾声的承诺 所营造出来的信任感 安全感就不存在 你不可能会有安全感 如果没有信任感的话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你如果越能够信任对方 不管是你的另外一半 或是你的孩子 如果你越能够信任对方的话 你会给对方的自由跟空间就会越大 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你越能够信任对方的话 你就会给他的空间跟他的自由是越大 另外不只是交往 你要想想一件事情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婚姻是我们在神跟人的面前所立的誓约 所以当我每次主持婚礼的时候 在婚礼的当中 我都会鼓励新人 他们要把他们的誓约写下来 然后在那个环节的里面 他们可以交换彼此的誓约 每次听到的时候我都很感动 可是你想想看 现在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 在这个世界的里面 我们所面对的事情就是 很多人很容易就直接结束他的婚姻 离婚是变得很稀松平常的 为什么 是因为我发现 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个观念 就是我们把婚姻当成是契约 契约是什么 就是我的利益到底什么对我是好的 我的利益是什么 如果我不开心的话 我就可以终止这个契约 但是你要知道 婚姻不是契约 婚姻是盟约 盟约是什么 盟约是唯有死才能够叫我们分开 盟约才值得信任 我再说一次 神设立我们的婚姻家庭的里面 特别是婚姻 是在盟约的关系的当中 只有死才能够叫我们分开 这样子的关系才值得信任 你知道信任感 是看一个人是否能够说到做到 并且愿意尽力地去完成他所答应的 而不是变来变去 因为说话不算话的人 就算是发誓都很廉价 说话不算话的人 发誓都很廉价 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 三十一节 有没有终于读到第一节经文了 读到第一节经文 想说这篇信息怎么一节经文都没有 有 来了 第一节 来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请 你们的话 是就是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如果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我跟你讲 真的 小时候我爸妈最常跟我讲的 就是这句话 就是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再多说了就出于那恶者 可是你知道我跟我弟弟 训证牧师 小时候我们都不相信彼此说的话 但是呢 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说 基督徒不能够发誓 基督徒不能够发誓 可是呢 对方又这么诡诈 所以呢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对话就是会这样子 就说 我就会说真的假的 他说真的 我说你跟神说 因为不能发誓嘛 你跟神说 他说好 我跟神说 那是三位体独一的真神耶稣吗 因为我们有一招就是 你有没有说是哪一个神 就是你看多诡诈 你有没有说是哪一个神 所以我说三位体独一的真神耶稣吗 他说对 独一的真神耶稣 他说 那我说你如果说谎的话 你下地狱 你还敢说吗 他说敢 高刚说你他还是骗人 就是你知道 真的就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讲什么 可是我们就是 就是那么不诚实 就是那么诡诈 OK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 分享一个 我在这个IG上面 看到我太太跟那个亚文 他们有一个节目叫做可以勇敢 然后他们在谈了一个东西 那我就看到的时候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影片 我们才看这个影片 我的潘尼琪是在我结婚之后 因为没有人管我了 不过你也蛮早结婚 22岁 所以其实那时候 我觉得关键是因为没有人管我了 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做 我想做的事情 于是呢 我可能开始就跟朋友约 然后我就不喜欢回家 然后就给我答应光 我要九点回家 就回到家已经10点11点了 这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 不遵守我跟他的话 可是以前我不能不遵守我跟我妈的话 因为他可能会生气 会骤人之类的 所以来到老公 嗶这样 妈妈听到你别难过 这样之类的 然后所以老公对你更宽容 使得你的那个叛逆 可以有发展的空间 非常光大 发展光大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 经历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就会思考说 我到底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妈妈 可以让我的孩子 在家里面是有安全感 可以帮他自己不要偷偷摸摸的 我就看到在IG的上面有这个片段 然后我就在那个IG下面就回了这段话 给大家来看 那个不是11点 是凌晨两三点 She lied 不是11点喔 不是11点不回家 11点我都可以接受 就是你可以讲 睡到一半的时候 你太太都不在旁边 就是两三点都 人不知道在哪里 就两三点 想知道真实状况的 麻烦来看光来 就是我的直播节目 就是我的直播节目 没有 但我要先要讲 他已经改变了 他没有这样子 但就没有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没有办法信任你的家人的话 不管是在教会 或是在你的家庭 你永远都不会感觉到安全 如果你没有办法信任你的家人的话 你不会感觉到安全 你也不会敢在关系的上面 自在地做自己 或是敞开你的脆弱 那要如何建立信任感呢 就是你要选择诚实 也就是不要遮掩 不要隐藏 要行在真实的当中 耶稣说 那真正败富的 要用心灵跟什么 诚实 要用心灵跟诚实 因为神不要我们假冒为善 神要我们真实 不要假装 真实 我们跟我们的家人 在关系的里面 神也要我们学习真实 哥罗西律第三章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请 不要彼此说谎 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 救人和救人的行为 所以彼此坦诚跟真实 应该不只是最好的方案 而是在家人关系 能否健康的唯一方案 It's only policy 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真实 学习诚实 才能够营造那个信任感 好 第三个我们来看 健康健全家庭的关键呢 就是要有一致性 要有一致性 就是你不断重复执行 跟贯彻的事情 就会成为你的名声 你不断重复执行 跟贯彻的事情 你不断一直在执行的事情 它就会成为你的reputation 如果我不断地 设立健康的界限 很多的邀约 或是很多对我的请求 就不会再是我的选项了 这有多少人希望 我去帮他做这个事情 帮他做那个事情 可是如果我设立 健康的界限的话 我知道我生命当中的 优先秩序是什么的话 很多的决定 我就不会再纠结跟挣扎了 在婚姻的关系当中 你的责任就是要一直投入 跟参与在彼此的关系的上面 你要不断地选择show up 你要不断地选择在场 在一堆所有的选项的里面 第一的我们要选择神 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才是第一位 我们要不断地 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居住守卫 所以第一个 最重要的那一位是神 我们跟神的关系 其次呢 要一直选择你的另外一半 胜过你的孩子 很重要 很多的夫妻里面 就是已经开始看重孩子 胜过看重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有一天你的孩子会长大成人 他会离开家庭 他会组成自己的家庭 你剩下的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所以很重要 神要我们看重 因为我们没有跟我们的孩子 成为一体 我们是跟我们的另外一半 成为一体 所以要看重选择 我们的另外一半 另外呢 我要告诉你 要选择你的孩子 胜过你的父母 兄弟姐妹 你的会友 甚至你的事业 你在家中里面的同在 很重要 不要人在心不在 我发现很多的时候 我们这些做爸妈的就是 我们在家 可是孩子觉得在跟不在 好像没有差别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在心不在 另外呢 我到底有没有在乎 喜恩我的太太的心 到一个地步是 我没有那么在乎 谁对谁错 而是我只想要 赶快的和好 你要知道神的同在 当神讲到 祂的同在的时候 神的同在不是室友 神的同在讲的是亲密 我再说一次 神的同在不是室友 神的同在讲的是亲密的关系 所以今天想要送在我们当中 所有的夫妻一个金句 所有夫妻一个金句 夫妻不要只有魂结 要有连结 好不好 如果你懂这个意思的话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内在意志 释放赶鬼的时候 我们要砍断那个魂结 砍断那个魂结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很多的夫妻 魂结也有负面的 也有正面的 很多的夫妻 只剩下魂结 就平常都没有在连结 平常都没有一个 就是在亲密的关系的里面 神不是要我们夫妻 做室友而已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应该要成为 最好的朋友 我们应该要在神 为我们所预备 婚姻家庭 那个美满的 亲密的关系的里面 可以 所以不要每一次 我们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都会说 我们选择关系 看重关系 可是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 只是想把事情做完而已 另外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可以先答应八十分 然后我们做到九十分 或是一百二十分 所以你的家人 知道他们可以相信你 不会给他们惊吓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给家人惊吓 就是我们说到没有做到 而是我们会给他们惊喜 惊喜是什么 就是我们为他们 多走一里路 为他们多走一里路 在教养孩子上面也是 你采取的方式要一致 不要自己一直变来变去 爸爸妈妈采取的方式 也要一致 不要互相矛盾 因为孩子很会找破口 所有的父母都说 不用了 就是孩子很会找破口 就是会找到说 到底这个爸爸妈妈当中的 那个weak link 那个破口的那个点在哪里 他们很会找那个 所以爸爸妈妈也要一致 爸爸妈妈可能个性都不一样 但是不能够一个人 永远都做黑脸 一个人永远都做白脸 很重要 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家庭 我爸爸妈妈 从我成长过程当中 我妈妈永远都是那个黑脸 所以就是一路打到底 不是一路爱到底 是一路打到底 就是我妈妈永远都是那个黑脸 所以从小打我 跟我打我弟打到大 这样子 我爸爸永远都是白脸 我爸爸永远都是好人 都是白脸 可是你知道吗 就在我大学的时候 有一天我爸爸真的被我搞得很气了 然后他做了黑脸之后 我们的关系就破裂了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爸这样子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当然现在已经关系恢复 但我意思是说 在爸爸妈妈的这个角色的上面 不要一个人永远都扮演黑脸 一个人永远都扮演白脸 我们都需要去扮演 神在我们的孩子的生命当中 那个神要我们去扮演的角色 另外我们要不断地让孩子知道 很重要的观念 管教不是惩罚 管教是我爱你到一个地步 我不能够让你继续这样 可是刑罚呢 惩罚就是透过恐惧跟威吓 要达到掌控的目的 这是有差别的 我们是要管教我们的孩子 管教我们的下一代 可是管教不是刑罚 管教不是惩罚 惩罚是我们想要用恐惧 让你害怕跟威吓的方式 让你能够接受我要怎么样控制你 掌控 可是管教不是这样子 管教是 我很爱你到一个地步 我不想要你继续这样子 所以我会让你去经历到 你所做的这个事情的后果是什么 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是管教 可是不是惩罚 我们要让孩子知道 这个爸爸妈妈对他们的爱是这样子 孩子每一次都可以期待父母的回应是一致的 是同心的 不会一个说不能吃糖 另外一个说没有关系 或者是一个在家里面 或者是在家里面的时候都喝白开水 可是出去的时候就给孩子喝汽水 那你说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事情呢 因为我就是在我的家庭的里面 我会观察到有一个家庭 就是 怎么他们都是这样子或什么 就是在家里面可以这样 然后外面的时候可以有另外一套 No 我们身为 我知道我们都很不完全 我知道我们都我们软弱 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一致性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断重复的在执行的这件事情 在惯罚这个事情 就会成为我们的reputation 可以会成为我们的习惯 那就会帮助我们 可以怎么样子能够建立那个信任感 来 最后呢 如果我们想要一路爱到底的话 在关系的上面 永远是在爱中来回应的话 那你需要接受一个真理 这个很重要的真理 我要你今天一定要你听进去这个点 你要接受一个真理就是 你控制不了任何人 你只能够控制你自己 我再说一次 你控制不了任何人 你管不了别人 你只能够管好你自己 控制了你自己 而且那一天你还要状况不错 你才做得到 OK 你控制不了任何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都一直想要去管别人家的事情 去管别人的事情 去管我的另外一半 去管我的孩子 我不是说那个 但我的意思是说 真的很重要 我们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 是我们有没有管理好我们自己 我们有没有管理好我们自己 OK 这是为什么我就发现 我每一次要去进行 confrontation 就是面指 我每次要去进行一些有难度的沟通 一些top conversation的时候 我之前的时候 我非常的需要方言祷告 我非常的需要倚靠圣灵 我非常的需要圣灵的帮助 神帮助我 不然的话 我是没有办法把我自己最好的一面 展现出来 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周迅光状态不好的时候 真的很恐怖 你没有我的意思吗 不是说基督徒就不会发脾气 不是说基督徒我们就 每一个东西都很好 如果我要讲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要讲一些 我要进行一些很不容易的沟通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需要圣灵的帮助 因为我知道 我的状况不好的话 真的会很容易伤害到对方 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需要透过控制 管理好我自己 而不是要去掌控对方 不是要去掌控别人 这个真的很重要 我们来看一节圣经 在这个真言第16篇第32节 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 请 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 制伏己心的强如取成 我非常喜欢这段 神说制伏己心 就是你可以控制好你的心 你可以管理好你的心的强如取成 你知道我很喜欢玩那种war game 就是那种战略游戏 然后就叫工程 这种游戏 现在没有了 没有时间玩 可是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玩这种游戏 你知道通常你要打一座城的时候 你要需要花三到四倍的兵力 就如果大家都在open field的话 没有就是同样的一堆一比一 可是如果你要打攻破一个城 他们都在城里面 你要攻破一个城的话 你可能需要牺牲三到四倍的兵力 可是神说什么 神说如果你可以control你的heart 如果你可以制伏你的心的话 如果你可以管理好你自己的话 你里面就有能力可以攻下一座城 你里面就有能力可以攻占一些神 所以关键不是去管别人 怎么样 关键是什么 是我要管理好我自己 我要control myself 可以持续的选择 你要成为一个刚强的人 你要选择不要惧怕 你要告诉你自己说 你不是 我不是一个受害者 我不是无能为力的 所以你不要去找你环境的坏人 然后把责任推给他 你知道我们很喜欢找我们环境的坏人 都是你害我 都是你害我 所以把责任推给他 然后另外除了耶稣之外 也不要另外去找拯救者 然后把责任也推给他 你为什么不救我 你为什么不帮我 我会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 都是因为你不帮我 No 我告诉你 我们生命当中只有一位救主 就是耶稣 没有人救得了你 耶稣跟你配合耶稣 你的生命才会改变 所以不要去找拯救者 然后把责任推给他 而是我们要学习 控制好我们自己 管理好我们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成长是从学习 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开始 你生命要成长 你要真正能够长大成熟 你要学会怎么样 为你自己的生命来负责 而不是把那个生命的责任 推给别人 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唯有当我们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不断地展现在我们的关系 互动当中的时候 我才有可能看到 对方最好的一面 你不要一直问那个问题 说为什么对方老是 用这样的方式来对我 可是我要你回过头来想 那你自己的状况呢 那我们是不是常常都 把我们最好的一面 表现在对方面前 还是我们常常表现出来 是我们最不好的一面 难怪我们就会勾出 对方最不好的一面 明白我的意思吗 在关系的里面是这样 我管不了对方 我不知道对方会怎么样对待我 我也不知道对方 到底会不会尊荣 这个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 我有没有能力 靠着神 依靠圣灵 来管理好我自己 我才能够在关系互动的当中 把我最好的一面 展现出来 而我上一件事情 当我们不断地 把我们最好的一面 展现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勾出 对方最好的一面 Amen 好 最后一点了 最后一点了 心与心的连结 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 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是连结 心与心的连结 才是终极的目标 我问一个问题 你知道在教会 有没有可能我们都一起聚会 一起祷告 一起开会 一起服侍 甚至是被一起绑在一个line 或是whatsang的群组里面 可是彼此心与心的距离 却很遥远 你知道在去年的当中 我自己经历到 我跟训证牧师 我的弟弟跟信中牧师 就是我们一起 原本都在青年牧师里面 团队里面 但自从我的弟弟做主任牧师 然后信中牧师 他成为我们的创意媒体处的处长 然后我又负责 林良网络 就是我们很多分行这个事情 我们三个人 被摆在不同位置的时候 我们非常非常的忙碌 我们虽然还是一起聚会 我们还是会常常一起开会 在一起 可是我们已经失去了 那个信心的连结 到最后我都觉得 很多的时候 因为我看不到我弟弟 我看不到我的好 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好兄弟 当然一个是 真的是我亲身的弟弟来讲 但是你知道 就是我已经 我们那个距离已经远到 就是我真的觉得 我们好像 已经不是像家人一样 已经非常非常的遥远 后来我们三个人都发现说 真的 如果我们再不看中这个关系 再不看中我们的连结的话 我们可能连兄弟都做不成了 所以后来我们就做一个决定 就是每两个礼拜 不管我们那个礼拜多忙 或者是我们有多少的开会 或者是我们其实在聚会里面 已经看见 每两个礼拜 我们都要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一起分享一些家庭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心与心的连结 才是神最看重的 这代表我们需要每一天 都要选择彼此的关系 特别是在艰难的环境 跟时刻的当中 当我们不断地选择 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话 会让你所爱的家人知道 你对他们的尾声 是不会动摇的 真言第17篇 我们来读第17节 我们来读 请 朋友常显爱心 兄弟为患难而生 兄弟 家人 是为患难而生的 这是一场关乎 这是一场关乎连结的征战 你知道当你读到 那个耶稣讲 那个浪子的比喻的时候 浪子的比喻告诉我们说 有一股力量 就是会不断地把两个儿子 从这位良善天父的家中拉走 我们知道那个小儿子 他里面有独立跟悖逆的灵 所以他跟父亲之间的 那个连结被切断 是很合理的 我们知道 他就是想要离开家里面 可是你会发现 就算大儿子在家里面 他有好的表现 意思是说 你可以乖乖地聚会 忠心地服侍 可是你的心 却可以遥远到 当不如你的意的时候 你会祈祷苦毒怨恨神 苦毒怨恨你的领袖 你知道 其实当耶稣在讲 那个浪子的比喻的时候 他是讲给当时的 法利赛人听吗 法利赛人看中的是什么 法利赛人看中的是律法 善恶对错 律法看中的是善恶对错 可是恩典 却是想要赢得的是 心与心的连结 神的恩典 神是那位恩典的神 律法看中的时候 你到底做对就不对 他要我们露到 那个分别的上下数的里面 可是神的恩典 却是要使我们跟神 跟人的关系 再次恢复那个连结 这就是我们所面对到 关于连结的征战 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在家庭 在教会 在人际关系的里面 我们面对到的就是 连结的这个征战 因为有一个力量 要把我们跟人的连结 分开来 我记得去年 我们有一次办一个线上 一个关于parenting 就是关于亲子的一个 线上的一个研讨会的时候 就有一个父母 问这个孩子的 属灵觉醒的作者 Sash牧师 Sash牧师 他曾经有四年 是在这个纽约的 这个Bill Wilson 他们的Medistry 他们每一个礼拜 都服侍好几千个 这些的儿童 他在那个礼拜 有四年的时间 做儿童牧师 后来有十一年的时间 在伯特利教会 Bill Johnson牧师 他们的教会里面 担任他们儿童区的 这个牧者 他们是 他们是儿童牧区的牧者 所以呢 他就跟我们一起办 这个特会的时候 就中间有一个QA的时间 然后呢 在QA当中 就有父母 问他这个问题 说 孩子不喜欢去教会 对神 对圣经都没有兴趣 身为父母 我该怎么做 才能够让他对神 对教会 对神的话语 是有兴趣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 非常的好 所以你知道 当我想要听 这个有着十五年 做儿童事工经验的 这个牧者 他的原则策略跟方法的时候 他竟然回问那个妈妈说 他回问那个父母 回问那个妈妈说 那身为父母 请问你看中的是 你的孩子没有问题 不出状况 走在你对他的规划 跟期待当中 还是你看中的是 你跟他之间的连结 他说身为父母 你看中的是 你的孩子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任何的状况 都好好的 走在你的期待 跟你的规划的里面 还是你看中的是 你跟你的孩子 有没有连结 如果今天 他就问他说 如果今天有选择的话 你要他去聚会 还是你要跟他的心连结 然后我们 今年五月的时候 我们就办这个 天国在我家 也是关于家庭婚姻的这个 然后其中一个讲员 是Danny Sue牧师的女儿 她叫Brinny 她写的这本书 叫不完美父母 我们当中很多做父母的 我们都可以 就是真的很难完美 就是 他就写了这本书 然后呢 当他在讲道的时候 他有一天 他就在后台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他就跟我分享 他说当初呢 他们 原本是在 Bio教堂牧师的教会 在Redding 可是当初呢 他们跟Jesus Culture 就是耶稣文化 他们要离开Redding 去Sacramento 去Sacramento 那个地方的时候 开拓教会 所以就是Jesus Culture 他们想要开拓 一个新的教会 所以他们就全部 包括他们也 跟他们一起搬到那个地方 去开拓一个 新的分堂的时候 因为教会初期 需要开很多的会 然后他们需要帮助 训练团队 所以呢 孩子也需要 常常被带到教会 有一天呢 他最小的儿子 就跟他说 妈妈 No more Jesus OK No more Jesus 你去跟Benny Benny就是 Jesus Culture的主人牧师 你去跟Benny说 他说 No more Jesus 我跟你讲 耶稣真的很无辜 其实不是 No more Jesus 是No more Church No more meetings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我们因为在忙 这些所有的服事 很多这些的东西 我们牺牲的是 我们的家人 我就想到我的爸妈 不好意思 又把我的家庭讲出来 我想我的爸妈 小时候呢 就会逼我跟训真牧师 周日在忙完教会之后 晚上还要参加家庭礼拜 因为当时教会 在推家庭礼拜 好牧者的家 更是不可少 所以呢 我跟我的弟弟 常常就会在 礼拜天晚上的时候 我们在家庭礼拜的时候呢 常常不认真唱诗歌 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 那个时候 很不喜欢唱那些 就是因为我觉得 以前的诗歌都好难听 没有啦 OK 就是那些诗歌就很不想唱那些 然后就很不认真的在唱诗歌 当我们很不认真唱诗歌的时候呢 我们两个就会被妈妈 拖进去房间打 OK 然后为什么拖进去房间打呢 是因为我阿公阿嬷也在唱 所以我的爸爸跟我阿公阿嬷 就在外面尴尬地等我们 好 等到打完之后呢 我们在出来 哭着把诗歌唱完 你知道这个几乎就是很 每个礼拜都在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们出来 就被打很多 然后就出来 乖乖地哭着 把诗歌唱完 那我就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是神要的吗 而且你知道 我们当时能够跟我妈妈说 No more Jesus吗 我们讲的话 可能会被我爸妈打到了 都不认得我们 所以你知道 我就听那个Brenny分享 她说有一个主日 她的孩子状况特别不好 去教会的时候 拖拖拉拉的 那一天大家都被搞得很火 气氛很糟糕 他们呢 可以选择逼孩子去教会 然后呢 演出一个爱主的家庭 应该要有的样子 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他们通常就是 在那个parking lot当中 就会演这个戏 就是打孩子啊什么的 因为等一下就要上来了嘛 要来聚会了嘛 就是我们要让弟兄姐妹都知道 我们是一个爱主的家庭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要在parking lot当中 都要在这个停车场 都要处理完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那一天呢 他们说我可以做一个选择 就是我们全家还是可以来聚会 然后呢表现出一个 我们是一个爱主家庭 应该要有的样子 可是那一天 他们开车到一半的时候 圣灵却感动Brenny 开到一半的时候呢 他们直接掉头去早餐店 那一天呢 他们在早餐店当中 一家人聊得超开心 而且他们的关系又再一次的被恢复 仔细听好 我知道每次讲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多弟兄姐妹会误会我的意思 重点不是不去聚会 好不好 重点不是不去聚会 因为可能你每个礼拜 你的小孩子都会跟你这个 有这样子的这个挣扎或什么的 重点不是不去聚会 所以你千万不要如法炮制 重点是每一次在跟家人的关系的当中 我们选择连结 为什么 因为选择连结 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选择关系 选择连结 我们心一心有没有连结 那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你知道Brenny是Danny Sewell牧师的大女儿 Danny牧师就是写了很多这种 一路爱到底啊什么 关于家庭 关于人际关系 关于牧养 很多这方面的书 在他青少年的时候 他们全家搬到Redding 搬到一个新的城市 因为他爸爸原本是在一个深山的里面 牧会 可是他们在他青少年的时候 全家搬到Redding 因为Bill Johnson牧师 邀请他的爸爸妈妈 来普特利教会全职 可是他说那也造就了他这辈子 最叛逆 最远离神的时期 为什么 是因为他是要离开 他所熟悉的环境 那时候他青少年 离开他所有的朋友 他所有的同学 他成长的地方 要搬到一个全新的地方 然后那个的时候 他就变得非常的叛逆 很远离神 有一天他离家出走 跟线上认识的男生 在公园约会 连父母报警都找不到人 父母担心到报警都找不到人 最后是Chris Fountain牧师 他用先知性的恩赐才找到 所以你就知道 Chris Fountain牧师有先知性的恩赐 然后神就给他看见是哪一个公园 他们正坐在那个地方 看到那个画面 然后开去那个公园 真的就看见 他们两个就坐在那个 就是在那个公园的车子里面 他说这件事情 不一定说这件事情 他爸爸的书有写 Chris的书也有写 他自己的书也有写 他说不过他爸爸跟Chris都乱写 所以要看最正确的版本 要去读他的书 可是当他被找到 后来送回家的时候 他原本以为他的爸爸 会狠狠地管教他 或者是你知道他爸爸是非常会 他是一个职业的资商辅导 就是一个资商辅导 就是他以为他的爸爸 如果是狠狠地管教他 不然就是用资商辅导的那一套 用在他的身上 可是他却分享 当那天晚上 他们两个人在客厅里面坐着 他爸爸竟然爬向他 跪在他的面前 跟他说 如果爸爸在伯特利教会全职 让你感觉到难过 那爸爸愿意辞职 回去做社工 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你比任何的事情 都还要来得重要 爸爸愿意为你 我不去做这个工作 我可以愿意为你 我们再回到我们原来的地方 我愿意为你成为一个社工 你知道当时我听到他 在分享这个社工 我就很感动 我会觉得 哇 你做到牧师 刚刚我告诉你 这段话呢 当时并没有让Brenny 痛哭流涕地回改 我们都以为说 哇 孩子听到爸妈 这样子就觉得 哇 痛哭 没有 那女儿还是很冷静 而且呢 他也没有要他爸这样做 他就听他爸这样讲 他还是继续在一个叛逆 他还是继续在一个 远离神的状态 可是呢 就在几个月之后 有一天 神就在他受不了聚会 那一天他真的在聚会里面 他待不下去了 所以他就离开 他就去到这个会堂旁边 有一个祷告店 他就去到那个祷告店的时候 神就在那个祷告店当中 大大的造访他 那一天当神这样造访他的时候 他整个心就向神就回转 他就马上地跑回到会堂的里面 去找他的爸爸 你知道他们一直都爱 都在这样紧张的关键里面 他们马上跑回到会堂里面 去找他的爸爸 妇女两个人紧紧地拥抱 那天他们都哭了 就是因为 他说在那个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再远离神 在那个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再离开神 而且他现在 还继承了他父亲 一路爱到底的事工 他跟他的父亲一起工作 就是因为当初 有人选择连结 而不是选择行为跟表现 神在问我们 我们到底是在看 外面的行为跟表现 还是我们选择的是 跟人有新与新真实的连结 你要知道最后我想分享 神的国的本质是家庭 神的国的本质是家庭 天国的文化是家庭的文化 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家庭的概念 我们就是离开了神的国的概念 当我们更多的去明白 这位天父的心 当我们更多的知道 到底天父看重的是什么 我真的相信 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教会 就会越来越像天堂 主 我们的祷告是 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家庭 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家庭 如同行在天上 因为你的国是我们的心里面 所渴望的 让天堂 让神的国 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的里面 Amen